无论是在北极还是在家里的冰柜中,地球上的大部分冰都是以一种相对普通的形态存在。 然而,在极端的温度和压力下,水会被挤压成各种奇妙的样子。 三十多年前,物理学家预测过一种奇特的冰晶结构,在极大的压力下,水会被挤压成一种具有高导电性的超离子形式。 但直到最近,美国劳伦斯利物默国家实验室的物理学家才真正发现了这种冰晶结构,并在近期的自然杂志上详细解读了这种结构。 这种最新的冰的形式被称为超离子冰,它具有非常奇特的性质。 与我们常见的冰都不同的是,超离子冰是黑色的,而且温度很高,一小立方体的超离子冰的质量是同等大小的普通冰的四倍。 从微观的层面上看,之前的所有水的冰晶结构都是由完整的水分子构成的,每个水分子都有一个氧原子和两个氢原子。 但超离子冰却不一样,它的一部分是固体,一部分是液体,它的单个水分子会分裂,其中氧原子形成立方金格,凝结成固体金体。 氢原子则自由地穿梭在金格之中,像液体一样四处流动。 有科学家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奇特的物质状态。 1988年,物理学家皮弗朗哥·德蒙迪斯就曾通过建模来模拟这种奇特的像金属一样的冰晶结构。 他模拟了水在极端的压力和高温环境下的情况,但在当时这一切都只停留于想象的层面,科学家很难真正相信它们的存在。 而且,德蒙迪斯所建立的第一个模拟,其实是一个做出过许多物理简化的版本。 在后来的一些模拟中,科学家开始将量子效应纳入考量,但要从实验上来实现这一景象,仍然是天方夜谈。 到了2018年,来自美国的物理学家马里厄斯·米约等人,似乎找到了这种超离子冰存在的第一次迹象。 它们对液态的水进行压缩,使得液态水在十一分之一秒内变成了固态冰。 经过测量发现,这种水冰的导电性在短时间内比之前增强了数百倍,这意味着水冰已经变成了超离子态。 在最新的测试中,研究人员使用六数巨大的激光束来产生一系列的激波。 这一次,它们创造了数百万倍于地球表面的压力和数千摄氏度的温度,将一层薄薄的液态水压缩成了凝固的冰。 它们精确地记录了X射线闪光触碰到这种结构的时长。 在十一分之一秒后,水开始结晶成纳米大小的冰块。 然后,它们再用十六数激光去让放置于水样本一旁的铁薄片蒸发,由此产生的热等离子体会向已结晶的水中注入X射线。 随后,从冰晶中演射出来的X射线足以使研究人员辨别出它们的结构。 它们看到氧原子被紧紧地塞进了面心立方金阁中,也就是立方体中的每个顶点以及每个面的中心都有一个原子。 这是科学家们首次观察到水可以具有这样的冰晶结构。 它表明,水的这种超离子像并不仅仅存在于模拟之中,而是真实存在的。 虽然它很难自然地出现在地球上,但科学家认为它是宇宙中最丰富的水的形态,至少在整个太阳系中以超离子冰存在的水可能比其他任何态的水都要多。 科学家认为,在天王星和海王星的内部就充满了这种超离子冰。 它们在这些行星上扮演着类似地球地漫的角色。 新的研究结果为天王星和海王星提供了一些信息。 实验结果表明,天王星和海王星应该有一个超离子冰层,它类似于地球的地漫。 这或许能解释这些星球为何会具有不同寻常的磁场。 米约提出,在天王星和海王星的超离子冰层的顶部边缘可能存在一层液体,而且这层液体也是一种具有高导电性的水像。 这些行星的磁场可能就起源于此,比其他行星的磁场离行星表面更近,这或许能解释它们的不稳定性。 新的发现将极大的改变我们对于冰居星等行星内部结构的理解。 除此之外,对超离子冰的成功发现也表明,一些从事材料物理学研究的科学家的终极梦想可能很快就会实现。 它们只要设想出想要的材料性质,然后由电脑从理论上弄清楚这样的材料将会有怎样的晶体结构。 这对于材料学来说将会是一个重大的飞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